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纳摩 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总统的滑稽赛马赛艾森豪的马场去世 当我们谈到美国总统德怀特D.艾森豪WifeD.艾森豪尔时 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是他在二战中的卓越军事领导才能 或者是他在冷战期间的外交策略 然而 今天我们要聊的不是这些严肃的话题 而是艾森豪在马场上的一些滑稽去世 艾森豪总统是一位热爱高尔夫球的运动爱好者 但你可能不知道他对赛马也有着浓厚的兴趣 这位总统在白宫期间经常会抽空前往马场 享受赛马带来的刺激和乐趣 有一次艾森豪总统决定亲自参加一场慈善赛马比赛 这场比赛的目的是为退伍军人筹集资金 艾森豪认为这是一个既能娱乐又能做善事的好机会 当天他穿上了一身骑士装 头戴马盔 腰系马鞭 俨然一副专业骑士的模样 然而 当比赛开始时 艾森豪的马似乎并不配合 这匹马显然对总统的指挥不胜感冒 开始在赛道上四处乱跑 甚至一度跑向了观众席 观众们看到这一幕忍不住哈哈大笑 而艾森豪则在马背上努力保持平衡 脸上露出尴尬而又无奈的笑容 最终 艾森豪总统并没有赢得比赛 但他却赢得了观众们的心 大家都被他那份幽默感和运动精神所打动 这场滑稽的赛马比赛成为了当时的热门话题 媒体纷纷报道 称这是总统的滑稽赛马赛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即使是身居高位的总统 也有着普通人的一面 他们也会犯错 也会遇到尴尬的时刻 但正是这些时刻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的真实和可爱 艾森豪总统用他的幽默和乐观 为我们展示了一个领袖应有的风范 不仅要在严肃的时刻保持冷静 更要在滑稽的时刻保持微笑 所以 下次当你在生活中遇到困难或尴尬的时刻 不妨想想艾森豪总统在马场上的去世 或许你也能从中找到一丝幽默和勇气 继续前行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总统的奇幻丛林探险 林肯的野外奇遇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一个激历史又充满奇幻色彩的故事 总统的奇幻丛林探险 林肯的野外奇遇 这个故事不仅让我们了解 林肯这位伟大总统的另一面 也让我们看到 他在面对困难时的智慧和幽默感 首先让我们回到19世纪中期的美国 亚伯拉罕 林肯 这位高大 瘦削 戴着高顶帽的总统 正处于南北战争的艰难时期 一天 他决定暂时放下国家大事 来一场放松心情的野外探险 这可不是一般的探险 而是一场充满奇幻色彩的丛林冒险 据说 林肯总统在这次探险中 遇到了一只会说话的浣熊 这只浣熊不仅能说话 还非常聪明 甚至懂得政治 当林肯问他 为什么丛林里的动物们 能够和平共处时 浣熊回答道 我们这里没有政党 大家都是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努力 林肯听后哈哈大笑 说 也许我应该把你带回华盛顿 让你教教那些政客们 接下来 林肯遇到了一群正在开会的动物们 这些动物们正在讨论 如何解决丛林里的食物短缺问题 林肯被邀请参加会议 并提出了一个建议 为什么不尝试种植更多的果树 这样大家就有足够的食物了 动物们听后非常高兴 决定采纳他的建议 这让林肯感到非常满足 因为他不仅在丛林中找到了放松 还能够帮助这些可爱的动物们 在这次探险的最后 林肯遇到了一位神秘的老书精 这位老书精告诉林肯 你是一位伟大的领袖 但不要忘记 真正的力量来自于内心的和平与智慧 林肯深受启发 决定将这次探险的经历带回华盛顿 并在未来的领导中 更加注重内心的平静与智慧的运用 这个故事虽然带有奇幻色彩 但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 不同于历史书中严肃的林肯 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总统 还是一个懂得幽默 智慧和内心平静的人 这些品质 不仅在他的丛林探险中展现 也在他领导国家的过程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所以 同学们 无论我们面对多大的困难 都要记得保持幽默感和内心的平静 这样我们才能像林肯一样 成为真正的领袖 希望这个故事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和欢笑 谢谢大家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总统的神秘古代城堡 华盛顿的历史探险 当然 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 充满神秘与历史的探险之旅吧 我们的目的地是 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 这里不仅是现代政治的中心 还隐藏着许多古老而神秘的故事 首先 我们来谈谈白宫 白宫是美国总统的官邸和办公地点 但你知道吗 这座建筑物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1792年 当时 乔治 华盛顿总统 亲自选定了这个地点 并且由爱尔兰建筑师 詹姆斯 获本设计 虽然华盛顿总统 自己从未在白宫居住过 但他对这座建筑的影响深远 白宫的建造过程 并非一帆风顺 1792年 当工人能开始挖掘地基时 他们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 古老的印第安人工具和淘气碎片 这些发现让人们猜测 这片土地在很久以前 可能曾经是印第安人的聚居地 这些古老的遗迹 为白宫增添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再来说说白宫的地下室 你可能不知道 白宫的地下室 其实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迷宫 里面有许多秘密房间和通道 据说 这些地下通道 在冷战时期 被用来作为紧急避难所 更有趣的是 据传闻 这些地下通道 还曾经被用来进行一些神秘的实验 当然 这些传闻的真实性无从考证 但他们无疑为白宫增添了更多的神秘感 接下来 我们来到国会山庄 这座宏伟的建筑物 是美国国会的所在地 但它的历史 同样充满了神秘色彩 国会山庄的建造 始于1793年 当时的设计师 是威廉 桑顿博士 据说 桑顿博士在设计国会山庄时 受到了古罗马和古希腊建筑的启发 这也解释了 为什么国会山庄的外观如此壮丽 然而 国会山庄的建造过程 同样充满了挑战 1814年 英军在美英战争中 攻入华盛顿特区 并纵火焚烧了国会山庄 这场大火 几乎摧毁了整座建筑 但美国人民并没有因此气馁 他们迅速重建了国会山庄 并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了扩建 使其更加宏伟壮观 最后 我们来谈谈华盛顿纪念碑 这座高达555英尺的纪念碑 是为了纪念美国首任总统 乔治 华盛顿而建造的 纪念碑的建造始于1848年 但由于资金短缺和内战的影响 建造工程一度中断 直到1884年才最终完工 这座纪念碑的设计灵感 来自古埃及的方间碑 这也让它成为 华盛顿特区的一大地标 有趣的是 华盛顿纪念碑的内部 其实是一个空心的结构 里面有一部电梯和一条螺旋楼梯 游客们可以乘坐电梯 到达纪念碑的顶端 俯瞰整个华盛顿特区的美景 据说 在纪念碑的顶端 还藏有一个小小的秘密 一个刻有赞美上帝的名闻 这是当时建造者们 对上帝的感谢之情 总结来说 华盛顿特区 不仅是现代政治的中心 还隐藏着许多古老而神秘的故事 无论是白宫的地下迷宫 国会山庄的重建历史 还是华盛顿纪念碑的秘密名闻 这些都让我们对这座城市 充满了无限的好奇与敬畏 希望这次的历史探险 能让大家对华盛顿特区 有更多的了解 也能激发你们对历史的兴趣 各位观众朋友们 感谢你们陪我一起踏上这段 充满趣味与奇幻色彩的 总统冒险之旅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你们的导游和说书人 在这次节目中 我们一起探索了 三个不同的总统故事 首先是艾森豪总统的 滑稽赛马赛 让我们看到了 即便是高高在上的领袖 也会有搞笑和尴尬的瞬间 这提醒我们 无论深处何种位置 保持幽默感和乐观的心态 是多么重要 接着 我们进入了林肯总统的 奇幻丛林探险 这个故事充满了奇幻色彩 和深刻的智慧 林肯在丛林里与动物们的对话 不仅让我们看到他幽默的一面 也让我们反思了 内心平静与智慧的重要性 最后 我们探索了 华盛顿特区的神秘古代城堡 从白宫的地下迷宫 到国会山庄的重建历史 再到华盛顿纪念碑的秘密名文 每一个故事都让这座城市 更加神秘和迷人 这让我们认识到 即使是现代的政治中心 也有着丰富而深远的历史背景 总结来说 这些总统的故事 让我们看到了历史人物的另一面 无论是滑稽 奇幻 还是神秘 都让我们感受到了 他们的真实与人性 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 都会遇到各种挑战 但只要保持幽默 智慧和内心的平静 我们也能像这些总统一样 面对一切困难与挑战 那么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这就是今天的总统冒险之旅了 希望你们也能从中找到一些 启发和欢笑 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或者想法 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我是六博士 我们下次再见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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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